一喊開始 所有人拿起擺在眼前的熱狗 就是一陣狂塞 一份熱狗寶 短短幾秒就能塞進嘴裡 吃到背叛狼藉也不在意 美國七月四號國慶日 舉辦歷史悠久的年度熱狗大賽 而這位老兄速度明顯超越 其他選手一大截 最後拿下冠軍 今年39歲的策納斯特綽號大白鯊 已經第16度拿下冠軍 而回顧2021年 他還創下世界紀錄 今年雖然沒有打破紀錄 但還是成功未免 GO 而女子組則是由日益的美國選手 虛騰美貴吞下39.5份熱狗寶 第九度拿下冠軍 擁有百年歷史的熱狗大賽 每年吸引各地的大胃王 一較高下 三立新聞 視障壯報導